初中毕业就到一家砖瓦厂打工 结婚后姚志刚紧套打工 日子过得很拮据 他想自己创业 姚志刚了解到 罗氏爪虾价格好 已经可以卖到二十元 家里正好有三亩水塘 他想养罗氏爪虾 一次偶然 姚志刚跟当地一位养甲鱼的村民 孙立强聊天改变了主意 姚志刚为什么一斤呢 当时市场上卖的都是野生甲鱼 一斤就卖到两三百元的高价 姚志刚也曾经想养 但不知道哪里有甲鱼苗 现在听到孙立强人工繁殖甲鱼苗成功了 姚志刚无比兴奋 姚志刚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万八千元钱 从孙立强的养殖厂 买了八百多只三四两左右的右边 开始养殖 养了一年半 甲鱼涨到一斤半左右 姚志刚拿到当地的市场上卖 收益很好赚了十多万元 当时的心情是 他们在扎甲鱼 我在笑 就是在捡钱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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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